最高端的商战往往是采用了最原始的形式 抢公章 前段时间中信信托一个项目的两位同志 在这个项目的硬件外界途中 居然遭遇了暴力的抢夺 然后这两个人呢也是非常的勇敢搏斗啊 其中一个人更是连追了四个人 在自己负伤的情况下硬是把公章又给抢回来了 你就说刺激不刺激吧 然后呢这个时候到底是谁干的呀 中信信托报警了 但是目前的证据还确定不了对方的身份 咱们只知道这个项目的公章对应的底层资产 是房地产企业融创的一个项目 如果你要跟我说 堂堂融创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我绝对会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 可是偏偏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是多次上演了呀 去年的十月份中融信托公告说 融创集团和中融信托共同保管的保险柜 被人把索性给换掉了 监管账户的十多亿资金被划走了 然后十月份的时候呢 安信信托贵州一个项目的保险箱 也是被不明身份的人员给私自搬走 而这个保险箱的贡物管人之一 非常凑巧也是融创 实际上梳理它最近这两年的抢公章事件 主角涉及到房企和信托公司的 居然占了最高的比例 这个现象的背后呢 其实是近些年来持续暴露的地产信托风险 因为在地产行业景气的时候 信托可是给地产行业非常重要的一个资金输送通道 就以中信信托为例好了 去年底的时候呢 它的信托资产1.54万亿 这里面涉及到房地产的高达1244亿 而这个数字呢 还是在楼市回调信托公司收缩之后的数字 那么随着房企现在纷纷在暴雷 信托公司也是受伤很严重 不得已呢就也谨慎起来了 这个时候就爆发出问题了嘛 房企急着用钱 信托不给 或者信托急着回笼资金 房企却以各种理由拖账 那既然正路走不通 就不排除有人走了邪路呗 当然了 其他的公司类似的事情也不少 有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搜一下A股的公告 你会发现有很多起公章被抢 被偷的事情 那你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公章 难道就不怕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吗 这个事儿还真的是有点特殊的 公章对于企业来说很重要 但是呢 抢公章这个行为在法律上 却不是什么大事 按照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啊 抢公章只属于扰乱企业秩序 致使生产经营不能正常进行 这个事儿最多也就是拘留10天加罚款500 也就是说抢公章这种事情 居然是低风险高收益的 也难怪时不时就会听到这样的事情 话说咱们某些方面的制度 是不是也该改改了呀 现在科技都那么发达了 什么区块链 电子认证 人脸生物识别什么的 早就不新鲜了 干嘛还非要用那个木头刻的玩意儿呢 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一下了呢 果然 A股是中国人自己的缅北吗 高价发行 缺一次钱 然后上市当天高位做空 锁定利润 这种可以搁两次韭菜的好事儿 竟然真的在A股发生了 但遗憾的是 这种玩法 只针对上市公司的大股东等等 极少数人开放 那散户如果面对这样的玩家 你觉得能赚钱的可能性还剩下多少 这几天新股 金帝股份上市首日就被融券做空的事 引发了很多的讨论 怎么回事呢 9月1号金帝股份敲锣上市了 结果当天就出现了458万股的融券卖盘 占它流通股都接近10%了 金额超过两个亿 搞到它的股价冲高之后 大幅回落 很快就腰斩了 那到底是谁在融券做空呢 有人一查 发生是公司的高管和核心员工 设立的资管计划嫌疑最大 因为持股数量是差不多的 然后公司后面就承认了 的确就是他们干的 本来这个战略配售的股票是限售股 但是呢 根据现有的规定 却可以通过转融通的方式 通过借给别人的方式做空 有人说 那不这就等于是上市的第一天 就减持了两个多亿吗 这也不太准确 因为借给别人之后呢 其实要再买回来 但是大股东利用这种 很多人不知道的规则 先高抛再低息 这样赚钱 吃相是不是有点太难看了呢 因为有了这个典型案例 很多公司也是有样学样 像经济股份的融券出借利率 年化还只有28% 但有的公司的年化出借利率 都已经达到60%了 像这种堪比高利贷的利息 都有人敢做 那说明里面的利润空间足够大呀 有人赚钱的肯定是有人亏钱呗 谁来亏呀 不会是大股东吧 所以最后买单的还是散户 融券做空这个事 咱们实事求是的说 初衷是好的 希望通过融券来增加卖盘 用市场的力量 防止股票价格虚高 但是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好制度被用歪了 我们原来以为 新股上市高价发行 然后在二级市场上爆拉股价 是因为大股东 还得等上个一年三年后 才能卖股票 只能先拉高 然后让它慢慢的自由落体 卖的时候才会有足够的赚钱空间 可是结果现在我们才发现 是我们太单纯了呀 经地股份这个事出来之后 咱们才明白 原来人家爆拉 是可以通过把限售股借出 就直接赚钱的 根本不需要等到减值 那当然拉的越高 做空获利的空间越大嘛 这简直就是电影 让子弹飞的翻白 先拉拢豪生 抱团高价发行 然后豪生们的钱如数奉还 散户的钱三期分账 并且呢 俄成把税都收到99年后了 现在的A股的大股东 也直接把未来几十年的 韭菜都给割了 监管层原来是想通过这个制度 来防止新股高价发行 和大幅波动的 可没想到反而成了 刺激高价发行和大幅波动了 有关部门在回应中说 这个是合规的 但合规一定合理嘛 当一个政策明显对交易的一方不公平 那就是不公平的 如果到最后散户们发现 咱们惹不起只能躲得起的时候 那这个市场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所以在这里呢 只能建议大家 在这个制度没有修改之前 珍爱生命 远离新股 另外呢 人家日本因为股市涨得好 都已经要把交易时间 从下午三点延长到三点半了 A股呢 亏钱还想延长时间 非要人爆粗口吗 你知道美联储为啥一直加息吗 因为天太热了 当然这是玩笑 但也不完全是玩笑 因为极端的天气 尤其像今年这么热的天 真的是会对经济产生一些影响 包括有可能会加剧通胀 世界气象组织说了 在厄尔尼诺现象和温室效应的双重夹击下 今年的夏天极有可能将会滚烫无比 而且呢研究表明 厄尔尼诺对于气温的影响 一般要在出现一年之后是最明显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今年这个高温可能还只是蓄取呢 明年的考验将会更加严峻 那像这样的极端天气 它除了会让我们感觉特别热之外 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尤其在农业以及能源产品上 因为极端的天气 它也会影响供需 导致大宗商品上涨 从而引发通胀 这里呢 咱们先简单了解一下 什么是厄尼诺啊 这是一种自然现象 特点就是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水的 大范围的持续的异常变暖 因为水它每上升或者下降一度 所吸收或者释放出来的热量是最高的 那海洋又占了地球面积的71% 当海水在大面积的异常变暖 就意味着地球的体温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随着来的结果就是 气候不再风调雨顺了 你看前不久河南等地的卖收时期 也不就是因为遭遇了连续的降雨 小麦都还没来得及收割完就发芽了 还有现在四川的某些地方 也因为今年天气的异常 少雨导致没法中水到了 有眼尖聪明的赶紧改中了玉米 还有手慢的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错过了农食 颗粒无收 再比如巧克力的原料可可 它主要的种植区在西非科特迪瓦和加纳等地区 也正在持续经受着高温干旱的考验 产量可能会大幅的减少 另外呢还有像大豆的产量 也可能会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 咱们国内的大豆和豆粕的期货行情 从六月份起来 这个涨幅度已经超过11%了 要知道这可是大宗商品 榨油的企业或者饲料厂 要是没有做相关的套期保值的话 这种涨价幅度 可能会让它今年全年白干一分钱都赚不到 另外呢 还有像白糖咖啡呀 还有什么橡胶之类的 都会存在着因为高温 导致作物减少 进而涨价的可能 所以说呢 不少国家也在考虑 如何在金融市场上做一些相应的准备 来对冲风险 比如说极端的天气 咱们是没辙呀 但是不可以设计一些相应的天气期货 来对冲这种风险呢 玩得最溜的美国 在99年的时候 就已经推出了天气指数期货了 那咱们中国目前虽然还没有 但是广州的广期所 大连的大商所 都已经在做着相关准备了 天气这么热 大家很难受 但其实最难受的还是股民 不但要是经济学家 还要当气象学家了呀 王健林可能不打算再做红汽车了呀 4月25号 万达汽车的股东发生了重大的变更 原来持股了65%的万达集团 全部退出 敢由山东太岳集团接盘了 而且呢 这个万达汽车的名字也变了 变成了 泰庆珠海汽车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总之就是彻底不再姓王了 在股权变动的同时 总裁也换了 万达一年前挖来的李鸿鹏 已经离职去了高河汽车 不光这样啊 万达汽车的12家子公司里 已经有4家注销了 而剩下的那些 估计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王健林跟其他的地产老板一样 有一个汽车梦 但不一样的是 恒大许家印宝能姚振华 是要亲自造车 而老王则显得更加稳健一点 他走的是渠道路线 具体的打法呢 就是用自己遍布全国的万达广场 万达文旅来做筹码 跟一汽集团合作 卖红旗汽车 想当初呢 为了表示决心 他曾经也宣布说 自己要跟高管一起 全部把座驾都换成红旗汽车 随后呢 万达汽车科技服务公司就成立了 主要业务呢 就是卖新车和零配件什么的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开4S店 在股东里面的万达占大头 有65%的股份 红旗经销商太阅集团占了35% 其实啊 这种打法相比自己造车 需要的资金少很多 压力肯定没有那么大 但是即便是这样 万达汽车还没来得及 积其什么水花呢 就已经沉到水底去了 出现这样的情况 一是可能跟汽车行业有关 二呢 估计也是万达自身的问题了 咱们知道这两年 汽车行业可以说是卷风了 虽然说红旗 它是在2022年拿下了 二线豪车的头把交易 但架不住整个传统车行业 都受到了新能源车的强烈冲击 份额在不断的萎缩 而红旗在新能源领域的布局 又并不让人满意 当然了更大的可能 还是万达自身的原因吧 咱们知道之前万达 就碰到过资金链的问题 当时不得不壮士断腕 把他的酒店啊 文旅啊 还有商业地产这些资产 甩给了融创和复利 这几年 整个行业又遭遇了疫情 还有调控等等的不利因素 虽然说万达之前靠着卖资产 储备了一些过冬的粮食 但手头上也说不上是宽裕嘛 而万达的资本运作又不顺利 我们知道万达地产借壳A股上市失败了 他原本打算上市的另外一块核心资产 就是负责所有万达广场运营管理的 珠海万达商馆 招股书也被港交所宣告失效了 这么一来这个事就麻烦了 因为不光没办法从股市融资 之前他还跟投资机构是签了对赌协议的 如果今年年底万达商馆还不能上市的话 万达得从老股农的手里 回购300多亿的股份 正是因为担心他的资金压力 万达的美元债跌的是稀里哗啦的 甚至还传出了万达地产要卖给华润的传言 不过后来万达通过谈判 把美元债延期到了今年的11月底 算是缓了一口气 而华润也否认了要收购万达的消息 可是危机并没有完全解除 因为目前万达手里的现金有325亿 虽然是可以覆盖他285亿的普通短期债务 但如果年底还没有办法上市的话 那对赌的那300亿回购要履行了呀 所以万达的压力真的是不小 私从也真是的 三十大几的人了 怎么也不想想办法 帮70岁的老爸分担点压力呢 节前又出了件大事 带队研发出了全球首款新冠灭火疫苗的杨小明 被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 而在这以前官方已经通报说 他涉嫌严重的违法违纪 而一旦代表身份被录掉 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将会是后续的司法程序了 调查 审理 宣判 1962年出生的杨小明 曾经担任国家联合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863计划疫苗项目首席科学家 中国生物董事长等等 可以说他是传染病疫苗研发领域的重要角色 他带领的团队 不光研发上市了国家一类型药 脊髓灰质炎病毒灭火疫苗 还有全国首个无细胞百百破联合疫苗 而跟大家关系的更加紧密的则是 他的团队还研发上市了全球首款的新冠灭火疫苗 仅仅在一年之内就获得了在10个国家注册上市 112个国家和地区批准使用 是当时全球工艺范围最广 接种量最大的新冠疫苗 他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自己是最早的一批已身试药者 接种疫苗之后没有任何的异常情况 就是打针的地方稍微疼一点 因为要定期的检测抗体 所以他在9个月的时间里被抽了大约有60关系 就这么一位防疫一线的工程 怎么现在就沦落到了严重的违法违纪了呢 今年1月的时候 中国社会的官网上还有很多他的消息 虽然说去年12月底 业内就已经传出了杨晓明被调查的消息 毕竟这么重要的岗位 有太多的软肋经不起诱惑和挑战了 比如说作为大型的疫苗集团 每年销售的疫苗都超过10亿只 就算每支疫苗的代理费1块钱 那每年下来也是10位数了 有传言说杨晓明的几个同事也都被调查 有的是已经回家了 有的还在调查中 那至于具体犯了啥事 第二相信纪检部门很快就会公布 其实医药领域的反腐风暴一直都在持续 去年以来全国落马的医院院长和书记 至少已经有1200个了 有的院长是一台机器进口价本来只要1500万 结果他竟然敢要1600万的回扣 直接把成本抬高到3000多万 像最出名的是北京鸡血潭医院的院长田美 身兼中国工程院院士 拿过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在骨科领域对日本实现了从学习到反超 可以说是一手打造了中国的现代骨科治疗体系 甚至呢非典的时候对患者进行隔离治疗 这个也是他力排中医的结果 但是啊 成归成土归土 公归公 过归过 田美也好 杨晓明也罢 又或者是那些落马的张院长 王院长 李书记们 他们过往的贡献和功劳 并不能够成为他们的护身符 那作为一个打了全程三针疫苗的群众 我是真的希望杨总指示经济问题